大家好 我是大佬 欢迎又回到大佬频道 大佬这个礼拜非常的忙 又是体检 又是摩尼基复训 飞行员真的不是铁饭碗 是个玻璃饭碗 每半年就搞一次体检 每半年就搞一次摩尼基复训 就是所谓的恐怖箱 只要搞过体检 搞过摩尼基就可以再赚半年 所以摩尼基没过 GG 体检没过 GG 就回家吃自己了 飞行员真的不是铁饭碗 大佬体检过了 摩尼基过了 又可以赚半年 赶紧把这半年赚完 今天大佬跟大家谈什么 我们继续来谈 我常常跟你们介绍 我左边的这部机器 EFB电子飞行资料包 之前跟你们介绍什么 你们最有兴趣的就是 偷窥神器 这个EFB里面 我们有video 黑白的video监视器 看主员在后面 那个一号厨房的位置在干嘛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触控板非常不灵敏 手在那边搓搓搓搓搓半天 老人家用笔在那边搓搓搓到荧幕 都乱七八糟的 就是要输入航路 那今天介绍 最主要这个EFB的功能是什么 其实这EFB最主要的功能 是要我们的计算起飞 take off的performance 跟落地 landing的performance 你要想这个监视器 有跟没有一样嘛 对不对 你不用监视器 以前飞机都没监视器 现在很多飞机都没监视器 还不照飞 对不对 我叫空船打电 电铃进来 电话进来 我接起来他有讲通关密语 对了就行了 我就算不确庆 我去后面看猫眼 我也可以看到是谁嘛 对不对 那电子航行包呢 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拿iPad 对不对 拿iPad就可以看出 我们现在飞行路径 就连现在的飞行行图 Jeff and Chuck 都approve在iPad上面使用了 所以你这个EFB 有没有监视器 没关系嘛 对不对 有没有行图 也不是重点 因为我们都配配iPad 有没有航路呢 在iPad上面都有嘛 对不对 那最主要这个东西 我给我们干嘛 就是要计算我们起飞 跟落地的性能 对不对 以前我们飞老飞机 像737这种飞机 天哪 要计算起飞 还有我们就要拿现在的温度 机场的高度 现在的修正海压 pressure altitude 对不对 然后呢还要算我们现在跑道 是干跑道 私跑道 还是下雪的跑道 还是积水的跑道 还要风向风速 顶风跟尾风都会影响起飞的性能 吹尾风 有人在你屁股 屁股后面顶你 那头你屁眼 那你是不是需要长一点的跑道 对不对 那如果你吹顶风 是不是跑道就需要的比较短一点 今天干跑道 就需要短一点跑道 今天私跑道 需要很长刹车距离 就会影响我起飞性能 今天夏天 非常非常的热 空气呢 密度就比较低 稀薄 那所以呢 它起飞距离就比较长 所以这一些东西啊 全部都影响我起飞性能 然后加上 加上什么 加上我这样起飞重量 所以我们以前啊 要算一个起飞重量 有一本书厚厚一大本 它多大呢 大概两张可以A4子这么大 那起飞 用哪一条跑道 先要找出机场 搬到机场 然后呢 翻到使用哪一条跑道 翻到使用哪一条跑道呢 再找 现在是干跑道 私跑道 找到干跑道之后呢 再看 我现在要用减推力起飞 来去全马力起飞 找到之后 再以现在的外界温度 来比较现在的重量 可不可以起飞 可以 我再以现在的重量 来看看我们现在减推力 可以多少起飞 然后呢 后面才有起飞的V1 VR V2 才有速度 才可以打上去 这个还不是最精准的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飞到这种高级飞机 我们的EFB 我们就可以选择 等一下你们看到了 示范就知道了 我叫输入 我现在使用跑道 风向风速输入进去 对不对 温度输入进去 修正海压输入进去 然后呢 我现在 譬如说全跑道起飞 还是用跑道交叉路口起飞 因为有些跑道 它我可以用 intersection 中间就可以起飞了嘛 如果有飞机挡在前面 我从中间插队 中间可以起飞 我就可以起飞了嘛 然后还有跑道 倒面的condition 状况 我可以选择干跑道 湿跑道 下雪跑道 湿雪跑道 鸡雪跑道 鸡水跑道 我们可以选择 鸡水 鸡水3mm 鸡水6mm 我们都可以选择 它就可以 就可以非常precise的计算 那起飞的时候呢 要不要用发动机 发动机防兵 要与不要 会影响性能 因为用发动机防兵的话 发动机的一些推力 它要给这个防兵使用 对不对 它性能就比较差一点 对不对 我就一一选择 一一选择 选择下来 一颗按钮按下去 它就开始计算 很可惜的是 大老多次跟你们讲过嘛 以前 那个787的 巡礼 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过 我这颗 EFV的电脑 它是XP 80286 80386的CPU 我按一个Enter键下去 它计算至少算5分钟 我曾经计时过 大概4分30秒 算得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等半天 以前跟你们讲过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性能 机长跟副驾 是两个都要算 两个一起Enter 不然我这个算 只要 只要是人 它就会出错嘛 对不对 所以要两个一起算 最后呢 两个在一起交叉比对 然后我们算出来的起飞速度 V1 VR V2都对 我才能把这资料送到飞机里面 我才能设定起飞速度 当一个人 只要一个人速度不对了 插一个海底 起飞速度140 145 146 结果它139 140 146 插一海底 GG重算 重新打 再多个5分钟 飞机就延误了 然后呢 你看到等一下大佬的影片中示范就知道 这个787啊 这个EFB 我真的不唬烂 如果我唬烂你的话 我少3公分 我真的少3公分 我不骗你 绝不唬烂 10次 至少有3次4次 好不容易哦 东西全部都输入完哦 性能什么全部输入完哦 Enter计算 碰 当掉 FORT FAULT FORT 当掉 它一当掉会怎么样呢 你们如果看了以前的影片 我要打航路啊 我那个航路打到 手都软掉了 我就是国际线一个航路 50个航点 10个page 你怎么打 一打那航路打10分钟5分钟呢 结果我最后算信了之后 按Enter就给我当掉 你奶奶咖好的嘞 一个给我当掉 我他妈全部要重打 你是不是说对吗 飞787你气不气啊 当然啦 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当然还是比 就是说我们在那边翻翻翻翻 这些东西哦 要好得多 因为为什么呢 只要他没当机的情况下 他至少算出来的东西 是非常精准的 precise的 不像我们翻书的 这个当然中间误差 还有有时候要内插法 外插法去算 像我们这种哦 飞老飞机上来的人哦 我们都很知道 很清楚这些东西 像现在新世代的年轻人 甚至老一辈 空军退伍一进来滑航长龙 就飞777 就飞320 没有接触过这些787 我们这种737出来的人哦 他完全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们以前飞行人这些性能要怎么计算 因为他就知道是按这个电脑嘛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EFB 电子飞行资料包 算起飞性能 他是怎么计算的 我们来演示一下 今天的内容可能 有一点点枯燥 因为这个东西是 就是很枯燥的在计算这些东西 但是你们如果仔细看 把大佬每一集的东西仔细看 你就会对飞行 对飞机这些东西啊 有非常非常大的了解 你们大扫巴里啊 我之前啊 一直跟他讲 飞机要落地 轻的我飞得很轻很轻啊 无感 他说我坐飞机 从来没有在管这些东西的 什么重不重落地 轻不轻 他坐飞机不照这些东西 没有在管 结果那天 飞波拉开 飞机个重落地 我就把他叮他 我说 你不是说 你不管飞机 重落地还轻落地 没有在管这些 他说被我教育久了 现在已经变成 飞机exper 专家 所以呢 如果你们每一集 都仔细看大佬节目 不管有兴趣 没兴趣的 枯燥的 不枯燥的 色情的 不色情的 你们仔细看到最后 有一天 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变成 Airplaneexper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走 又是一个霹雳早的早晨 今天现在时间是早上5点钟 从福智民飞往河内 今天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 EFB 性能输入的页面 上次看了 大家带大家看偷窥页面 电源键 Power 打开 打开之后呢 右下角这边有个 初始化 Initial lights fly 初始化 把飞行 初始化 电脑就会开始去跑 跑所有东西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性能 上次跟大家介绍过这个 偷窥 VD有偷窥人家 今天看性能 起飞所有的性能都在这个页面里面 现在新的飞机 所有性能计算 全部都是用电脑 这个非常棒 前大老飞737的时候 每一趟起飞要拿一个超级大 超级大 大概两倍A4这么大的数 查重量速度 非常好看 先看一下 这边要输入 机场 现在在胡志明机场 BBTS 这边 BBTS Search 有了 那这个呢 要输入跑道 还有什么温度 整个所有性能 我们要先听气象 什么 80s VQ 什么 80s 1297 80s 128.0 FUCK 128.0 PAR5 PAR6 Aircraft request to follow 80s The instructions strictly This was 10th Unutment of information TANGO TANGO Unutment of information TANGO Report at 2208 UTC PILOT PILOT Approach Runway 2 5 Right Snappist Wind 1 1 0 0 8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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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剛剛已經操收到所有天氣資料了,起飛的跑道是2,5左 這個是要輸入要不要全跑道還是我跑到哪個交叉段起飛,我們用fool Full runway 跑道的情況 有Dry runway 這個是Good Million 這個是煞車係數 BREAK ACTION 私跑道WAIT 還有Slash 沼泥 乾雪 Dry Snow 還有冰 我們是Dry runway 風向的話剛剛已經超收了 11洞峰80 110 A 外面溫度剛剛超收的是25度 我這邊早上很 25度很舒服 等下就變成32度了 這個是修正海壓 氣壓高度表修訂值是1010 1010 我們起飛的 起飛的推力 我們是用 Ultima大佬跟你們教過 發動機那一刻教過 我們起飛都不用全馬力 用 減推力起飛 起飛的緊翼設定 由電腦記來算 我們787的可以 起飛緊翼 50、15、17、18、20 到20度之前 全部都是起飛緊翼 這邊 起飛之前到20度 都是起飛緊翼 25、30是落地起飛 起飛 起飛有什麼緊翼 交給電腦 現在溫度重量來算 發動機防兵自動 所以溫度低於10度 有可見水氣 防兵就開了 這個性能是 爬升性能 我們選擇 不需要 然後呢 等我們等一下 平衡表上來 有零油重量 有起飛重量 有 飛機的載重平衡配平 之後呢 就可以按計算按鈕 它就會去計算它 現在沒有任何 算不出來 那我可以 跟大家 演示一下 假設我零油重 是1、2、1、2 起飛重量是190 CG14、2、2、2 我們來假設一下 計算一下 它就告訴我們所有東西 這要跑 這跑非常慢啊 這才是787-190 787-190 跑得稍微快一點 我們就快轉它了 算不出來 快轉它 算一下 大老上次記過 至少10分鐘 當掉了 787的電腦非常非常爛 10次大概有4次會 4當掉 什麼都沒了 掛掉 System Page 4 然後呢 只要重來一次 所以呢 我跟妳講787飛機 爛到不行 這個大老跟妳講過很多次 這個飛機電腦爆 是 20年前的CPU啊 20286 它當掉呢 我們之前 不管你打多久 20分鐘 30分鐘 所有東西打就全沒了 好 現在我們已經輸入了 DEOZONE 15805 起飛重量179.0 配屏是25.96 提搭 CAP 接送 現在 2 4 2 2 2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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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5 27016015 www 等到痣瘡都怕不犯 這個東西現在隨便拿一台Nokia手機都算得比較快 起飛速度B1145BR147B組 這裡就是我們所有的行程的起飛驚翼用武加速高度 加速就可以收驚翼,加速高度1000 以前起飛跑道25多 起飛重量,我們是用減推力起飛,derate takeoff 2 這個是發動機的N1,100%是全馬力,我們減到85.9V 然後這個是假減溫度起飛50多 今天就為各位演示到這裡 以後有機會的話,大佬再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們這邊還可以選擇修Landing 有機會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我們做Landing的性能速度 好不好,這樣 最後結束之後,我忘了到,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裡有個Send Output 我們要選擇 然後呢,Send to FMC 你這個選項呢,就是把我們起飛數據呢 輸入到黑晴電腦,我們就可以設定了 就這麼簡單 好,今天就為各位演示到這裡 以後有機會的話 大佬再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們這邊還可以選擇修Landing 有機會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我們做Landing的性能速度 好不好,這樣 最後結束之後,我忘了到,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裡有個Send Output 我們要選擇 然後呢,Send to FMC 這個選項呢,就是把我們起飛數據呢 輸入到黑晴電腦 我們就可以設定了,就這麼簡單 我們下次見 請按讚 訂閱 加分享 FD 行人機長 共同專目是飛行管制GIG 會記者178級 3 2 1 2 3 感谢观看